水面上栩栩如生的荷花投影 结合创新科技的光影盛宴 向外界展示广东布容小区的灯饰产业 在这个名为古镇的小镇 随处可见工人们在替大型的灯具做安全检验 您看这中间有一条钢丝笋 我看到了 这些玻璃水晶部分 它都是有一个细微的钢丝笋 眼前的水晶灯饰足足有三对众 对这家企业来说只是小工程 因为像是北京鸟巢 杭州的G20峰会的灯饰 都是出自他们手里 过去广东古镇仅是一个农业小镇 如今这里的灯饰产品 占了大陆灯饰市场70%的份额 出口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更高达千亿人民币 古镇灯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后继勃发已经形成了以古镇为核心 三市是一个镇的千亿集群 那么全镇有三万家工商企业 有2.4万家是从事灯具的制造和销售 而说起古镇灯饰的缘起 不得不提照片上这位远达光 1982年他特意跑到香港 花了80港元 买了两盏碧灯纺制 从此灯饰产业在古镇开支散业 也改变许多当地人的命运 欧秉文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 古镇最早进入灯饰行业的 全是像欧秉文这样洗脚上田的农民 从1982年底古镇做出第一盏灯 到2002年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 古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和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授予中国灯饰之都 许多最新科技的灯饰 也从这里开始 它可以把我想要的颜色 从头上反映出来 比如说我要绿色 棒子一挥灯饰就能感应颜色 古镇灯饰走向智能化 然而这一切对于当地 许多企业来说并不容易 如此低调 因为过去有个尴尬场面 早期赴国外参展 大陆的参展商 总被视为来抄袭的 让他很挫败 却也意识到拥有技术不够 得拥有原创设计 于是不惜砸大钱 找德国的设计师 共同研发产品 一天给的薪资高达5万人民币 当作缴学费 空头是德国一个比较出名的设计师 我很清楚记得当时我们的设计师 大概是在1800到2200之间的约工资 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他是随手工一个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的 此外更与infa等设计师合作 培育自身的品牌 在袁世强的记忆中 转型升级的那五年 生产量不但降低32% 利润也下跌28% 但这样的坚持没白费 如今他拥有五家自主品牌 产品远效一百多个地区 从仿茂到贴牌生产 再走到今天拼专利搞研发 现在当地的政府 还与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登市学院 培育更多的专业人才 从前的古镇登市得不远千里 拿到国外参展 如今产学结合走向专业 有了话语权 古镇登页的未来 仿佛璀璨的灯光 闪闪发亮